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诱发该病 这下其妻子才醒悟 责备着自己的老公 这些习惯都有 平时经常说他 可是没有 根本不听 其实 类似的疾病 很多青中年人也一样 根本没这方面的意识 总想着自己还年轻 都是老年人的疾病 根本不在乎 对于脑梗死这种疾病 不仅发病率高 致残率或死亡率都高 该如何预防呢 我们一起聊一聊 脑梗死是什么疾病 为啥会引发呢 简单来说 就是大家经常讲的中风 它是因为我们的脑袋血功不足 出现局部的缺氧 坏死所致 这和重庄稼是一个道理 要是因为干旱 地里的庄稼缺水 慢慢地就枯萎死亡 脑梗死的发作 主要和供应大脑血液的血管有关 要是血管退化了 或是血管里长斑块了 在医学上把斑块 称之为动脉周药硬化 均是根本引发原因 六十多岁的丁大爷 最近一段时间 总是赶叫睡不够 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 不过丁大爷没有在意 自己说是春困秋乏下打盹 睡不醒的冬三月 老年人多睡觉挺好的 总比失眠睡不着强得多 不过丁大爷的好心情 很快就结束了 他在与朋友玩牌的时候 突然一头栽倒在牌桌上了 牌友们叫来急救车 把他送到医院 结果查出了脑梗塞 一 不典型的脑梗塞 经过治疗之后 丁大爷转为为安 他自己有些奇怪 不是说脑梗塞发作事 会手脚失灵吗 怎么他和别人不一样 医生告诉他 通常情况下 脑梗塞发作时 会出现单侧肢体控制失灵 口眼歪斜 说话含糊不清 事物模糊等典型症状 但有些人的脑梗塞的症状 可能不会出现典型症状 比如丁大爷 在昏倒之前发生的失睡 很可能就是脑梗塞发作的症状 所以脑梗塞发生前的几个征兆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一 疲倦失睡 如果近期出现常常打哈欠 总是觉得睡不够 身体很累 应警惕是否脑梗塞在搞鬼 这有极大的可能 是因为脑中枢神经缺氧而引起的 动脉血管堵塞 使大脑缺血缺氧 二 视力突然下降 如果突然眼前发黑 看不见东西 视力变得模糊 一段时间后又恢复正常 此时应警惕脑梗 因为脑部缺血 会影响视网膜 导致视力衰退等现象 如发现此症状 应及时到医院检查 三 头晕 头痛 呕吐 如果是在一段时间内 出现头晕 头痛 岂是突然加重 或是持续性头痛 还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 此时应给予重视 及时到医院检查 并接受治疗 四 肢体麻木 不灵活 当出现手握物体失落 单侧肢体麻木或无力 原因不明的晕倒或跌倒等情况 则要警惕 或是因为脑梗引起的 大脑是控制肢体运动的 当脑部缺血 缺氧 会影响大脑传达信号给肢体 所以当出现以上的现象 请别拖延了 马上到医院检查 血管的蜕变及硬化 都和这些因素息息相关 如不良的生活行为习惯 三高 所以 血脂高 血压高 血糖高 肥胖 抽烟 喝酒 熬夜的人 一定要注意了 是发生脑梗死疾病的高危人群 二 我们具体来看一看 该如何预防 预防脑梗死 尽量避免做这四件事 在我们的生活中 脑梗死已经成为 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重要杀手 我们应当重视预防 尤其是在晚饭后 一些看似普通的行为习惯 要尽量避免做 特别是以下这四件事 一 晚饭后 不要立刻进行剧烈运动 在晚饭后 身体内的血液 主要集中在胃肠道 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如果进行剧烈运动 会导致血液从胃肠道流向运动肌肉 大脑的血功 可能会急剧减少 而又发脑梗 二 晚饭后 不要立刻睡觉 在晚饭后 身体内的血液 会集中在胃肠道 帮助消化食物 如果此时立即睡觉 就会使血液流动减缓 要是血管蜕变 或有周样硬化斑块 更会加速血流的缓慢 影响大脑的代谢和修复 从而又发脑梗疾病 三 晚饭后不要抽烟 熬夜 许多烟迷 喜欢在饭后吸一支烟 认为这样能够消除饭后的油腻感 然而 饭后吸烟对身体的危害极大 在饭后吸烟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 容易形成血栓 增加脑梗死的风险 同时 更不要熬夜 否则大脑的养工不足 再加上吸烟 脑梗发生的概率更高 四 晚饭后不要立刻洗澡 很多人在晚饭后 喜欢洗个澡 以解除一天的疲劳 但热水的作用下 全身的毛细血管会扩张 会使脑部的供血减少 另外 也有一些人洗完澡之后 就会选择入睡 此时也需注意 不要立即行夫妻生活 不然会因此出现运动后血压升高 心脏负担增加 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除了晚饭 在凌晨的时候吗 也有两件事情 建议大家不要去做 第一件事情 对于有高血压 或者是已经发生过 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早上起来以后 千万不要着急忙去公园进行晨练 主要是当我们身体苏醒以后 是会发生一些很明显的变化的 也就是由夜间的迷走神经控制 转变成白天的交感神经控制 而当交感神经 一旦兴奋以后 就会导致我们心率增快 分泌血管紧张素 从而引起血压的升高 如果你是一名 长期血压控制不好的患者 那么就很容易 在凌晨发生急性心脑血管事件 所以大家需要养成的第一个好习惯 如果要进行晨练的话 我建议大家最好选择 在上午九点以后 会更安全 第二件事情 大便的时候 千万不要过于用力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中老年患者 是常年便秘的 而恰巧他们发生急性心肌梗死 或者是急性脑梗死 等危重疾病的第一现场 在凌晨的厕所 相信很多患者家属 对此都是记忆犹新的 主要是因为中老年患者 大力排便的时候 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 从而引起血压的升高 最终导致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所以我们需要养成的第二个好习惯 也就是保持每日大便通畅 可以采用的措施 就是适当增加 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或者是通过药物排便的方式来完成 大家千万不要去蛮干 脑梗发生后 最大的威胁之一 是可能复发 如何预防复发 最关键的是 控制三高等危险因素 同时需要改善生活方式 包括科学饮食 有神经内科专家建议 脑梗患者多吃水果 有益脑血管健康 且具体推荐以下三类水果 请看分析如下 3.脑梗梗常吃三种水果有益 或可预防脑中风复发 腰负含维生素C的水果 维生素C可以帮助改善动脉周样硬化 也能一定程度具有抗氧化作用 能有效保护血管内皮细胞 这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减少脑部血管的病变 含维生素C比较丰富的水果有橙子 苹果 柑橘 山楂 鲜枣 刺梨 黑加仑 柿子 杏等 2.富含叶酸的水果 水果中的叶酸 有利于降低血同型半光氨酸水平 而高同型半光氨酸 是脑梗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特别是高血压和病高同型半光氨酸 尤其容易导致脑梗发生 有学者认为 我国高血压患者 容易发生脑中风 包括脑梗和脑出血 就是因为和病高同型 半光氨酸的比例过高 富含叶酸的水果 有草莓 蓝莓 梨 酸枣 樱桃等 三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 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 可以保证大便通畅 避免出现便秘 如果脑梗患者长时间卧床 或者由于其他原因 导致肠胃蠕动减慢 可能会出现便秘的情况 多吃富含膳食纤维水果 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帮助排便 减轻便秘带来的 不是 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 有苹果 山楂 香蕉 枣子 西红柿 木瓜等 总的来说 基于以上的理由和考虑 我会鼓励脑梗患者 多吃上属水果 但同时也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给出具体的建议 比如糖尿病患者 吃水果 一定要结合血糖控制水平 同时尽量选择 升糖指数相对低的理子 苹果 小番茄 西瓜等 甚至升糖块的荔枝 芒果 甜瓜等 想要预防脑部血管堵塞的朋友 平时买菜时 可以多拿些下面几样食物 1.玉米 玉米的胚芽中还有大量的卵磷汁 亚油酸 谷物醇和维生素一等物质 这些物质都能够有效地保护心脑血管 使血管不易老化 变硬 玉米胚芽油 还有84%的不饱和脂肪酸 其中有55%是人体所必须的亚油酸 其对促进生长发育 调节人体免疫力 降低血脂水平 具有重要的作用 玉米胚芽中的保健功能 2.西红柿 西红柿的维生素含量 比苹果和梨都高出很多 差不多2到4倍的量 不仅如此 它含有维生素乳丁 能够让机体的抗氧化能力被提高 也能让体内的自由基被清除 让血管的弹性得到一定的保护 从而帮助有效地预防血栓的出现 这样一来 自然就能避免脑梗塞的情况出现 3.木耳 木耳是生活中 人们常吃的一种天然食材 它有着血管清道敷的美誉 经常吃一些木耳 可以有效地清理血管内的垃圾 降低血脂含量 让血液更干净 更通畅 血管清了 脑梗自然不来找 4.葛根 现代研究发现 有一味中药 对脑梗的预防作用很好 这味中药就是葛根 据本草纲目记载 葛根性凉 气贫 胃干 具有清热 降火 排毒的功效 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 葛根中的一黄铜类化合物 葛根素 对缓解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等 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除了平常低盐 低脂 低糖饮食之外 还应适当参加体育锻炼 增加血管弹性 改善大脑攻血 常做以下三个动作 能够起到保护脑血管的作用 一 伸揽腰 两手交叉于胸前 自胸至头顶上伸 同时伸吸气 然后放松 伸呼气 如此反复做三到五次 由于上肢 上体的活动 使更多的含氧血液 供给大脑 从而改善血液循环 使更多的氧气 能供给各个组织器官 达到经络血脉充分舒展 二 捏液窝 左右必交叉于胸前 左手按捏右液窝 右手按捏左液窝 运用万力带动中 十 无明直有节律地 轻轻按捏液窝肌肉 每天早晚各捏五分钟左右即可 常按捏液窝 能使血液在心脏 动脉 静脉及毛细血管中回流通畅 可调节脑穴流量 稳定血压 三 摩擦颈部 先将双手互擦生热 然后敷于颈部左右两侧 并迅速摩擦 以皮肤发热发红维度 早晚各摩擦四到八分钟 常按摩 可促进颈部血管平滑肌松弛 减少胆固醇沉积 促使已阴化的颈部血管恢复弹性 并改善大脑攻血 五十岁后 就不要再碰下面三种食物了 会加速血管堵塞 一 荤油和动物肥肉 某种食物吃起来特别香 一定有它的理由 肥肉 荤油等动物性食物 之所以诱人 是因为其中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 而饱和脂肪酸的大量摄入 就会增加高血脂 脑梗等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科学预防脑梗问题 建议您拒绝食用肥肉和荤油 二 动物的外表皮 这同样是一种美味 鸡皮 鸭皮等动物皮脂 是很多人偏爱的食物 之所以吃起来香 是因为其中所含较多的脂肪 而这些脂肪 同样也是饱和脂肪酸 不建议各位食用 三 烧烤煎炸等食品 烤肠 炸鸡等高温烹调食品 经过了美拉德反应的升华 这些食品变得更加美味 但这些食物 不仅具有超高的热量 其中还容易含有 由于高温烹调 产生的丙烯鲜案等有害物质 而高脂高盐高油的食物特点 也正是脑梗的危险因素 值得您重视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